大家好,上一場列斯聯我們有點大意 失了兩分,都令人擔心 因為前四之前好像很緊張 這次去到作客,我之前都說了 我真的非常擔心 因為列斯聯換了教練,你被他們拿了一分 然後他們的士氣和信心一定是很高的 我們怎樣去報仇呢? 就是拿回那三分回來呢? 這次我們真的成功了 這場作客比賽可以說90分鐘 真的沒什麼冷場 兩邊都是很盡力地對攻 很盡力地拼牆 事實上是一場好的比賽 當然有些落腳,大家都比較狼 這一隊的對手,列斯聯對著萬聯有些淵源 事實上都是合理的 往年十幾二十年前,就經常都有 好在大家都沒什麼受傷 這場是搶歸搶的 大家其實都算是君子 場面和數據其實都不太好 最後贏到兩球球 我覺得真的靠個敗門質素 還有就是靠兩邊教練之間的對法 其實就很好看的 這一場也是很重要的一場 因為本周的英超 真的可以說是神奇的一周 因為前列球隊幾乎全部都失分 那就是阿仙奴 差不多每個星期都看的 除非他和萬聯重疊 一比一和了賓福特 就是阿仙奴的勢 由我們作客去他們的後場 輸了 最後一分鐘就輸了給他們 那一場之後 阿仙奴的勢就一直是倒下來的 現在又再次失分 萬成就贏了 英超的冠軍又再度有點懸念 白禮頓就之前一直都挺好的 但這場遇到水晶宮 韋拉的輝霞 看到水晶宮也是用他們的防守反擊 亦都令到他們拿了兩分是沒有了的 而次就突然間不知道做甚麼 大炒就不是他大炒人 是比李斯特成大炒一比四 所以你看到前面三隊 我們看到對手劉卡蘇也失分了 車路士也失分 車路士失分就不是新聞 但是他們的威脅就越來越小了 贏就只有李物浦和萬成 其實那個形勢對我們是相當之有優勢 很樂觀的 現在前四呢 領先著劉卡蘇 就是我們在第三 第三其實都算是坐穩了 幾周的時間 現在領先他們五分 有兩分就是 如果他們拿了保賽三分 就還有兩分在手 都算不錯 第五名的話 就熱刺或者白禮頓 就是現在白禮頓暫時欠11分 但是他們保賽贏了可以欠5分 但是我相信他們保賽都應該贏不完 就是現在白禮頓似乎最好那段 又度過了 熱刺更加是 被李斯特城炒一場 我相信他們又更麻煩了 稍後再講多些細節 利物浦贏了愛華頓 算是自己止血 但是是不是一個反彈呢? 暫時還是有待觀察的 但是無論如何 現在的分差仍然是很大 有14分 贏了的話都是8分差距 我相信車路士就真的不用計算他們了 就算他們買了這麼多人 但是磨合上仍然是有問題的 還有後防的問題都解決不了 真的中堅和兩個閘位 真的不行的話 你前面多厲害都沒有用 你看到車路士長長都打得多好 但是打極都是拿不到Clean Sheet 拿不到Clean Sheet 或者前面入不夠球 其實都是沒有用 我不相信他們真的會追得到 形勢上面是真的不錯的 還有紐卡素最近五場 一直都說他們狀態很穩定 是很穩定的 但是就進入了一個似乎 進不了球的怪圈 就是一勝四和而已 他們就不斷都是和球 不斷和球 看到他們其實前線呢 質素都還不夠 這次就更糟糕 傷了隊長的諾里斯 雖然諾里斯狀態一般 但是看來科士打就更差 就是他們的後備門將是更差 還要傷了奔坦股 薛爾保有些受傷 他們的代替人選比蘇馬 也是受傷重傷做完手術的 所以二次現在的中場 是沒有人用的 比我們更慘的 所以就 我相信這個二次 又是相信都沒有什麼機會再上去 我們現在真正的對手就是紐卡素 李物浦和白麗頓 兩個位子 四對球 已經很小其實都真的挺大的 我覺得這樣的情況下 我真的不妨把夢再發大一點 英超我就不會發的 但是真的兩三個杯賽 說他真的可以試一下大貪一點 就是全部都要想一想 是不是有機會贏 就是前四那裡 我覺得我們有些空間失分 因為對手看起來都會繼續失分 優勢也很大 所以是可以試一下爭下的 但是無論如何 今天先講了這一場的 列斯聯的作下比賽 因為這場是很有趣的 因為很多的傭人 聽黑身是給了一個耳目一身的感覺 這幾天來 又是那群球員 沒有人復出沒有人成的 要扭轉到這場球 拿到三分 真是非常不簡單 我們逐點去看看他究竟做了什麼 首先就是上一場球 主場那一場 大家應該都還有一些印象 先落後了兩球球 然後就叫做換人出來 新組那些 在苦戰之下就追和 本身都似乎要失分 最後就失不了三分 但是都是看到對方 跟列斯聯打落就不是很有優勢 所以現在這個陣容 是對付這隊新精頭 換了新官上任三把火 列斯聯是還沒得的 好考驗就是考驗教練 就是有限的子彈 就是這麼多 你想怎樣變也好 都變不了多少 怎樣去扭轉形勢呢 大家都知道大家怎麼打 列斯聯他知道我們怎麼打 我們都知道他怎麼打 因為列斯聯球員也不多 就是在一些細微位 看到開場名單 大家一見 換就換了一對中堅 上場華拉尼和馬天尼斯 其實就沒什麼大問題 失去那兩球 又不是很關他們的事 完全是進入他們的數 所以這樣換 我就覺得不是什麼針對性的部署 就是你換個麥加亞 換了蘇爾進來 頂盡就是一個輪緩 就是在體力上 分享一下 不算是什麼針對的東西 有種隨便的感覺 就是算了 就輪緩了他 看看打成怎樣 免得主力那麼累 那種感覺 老實說輪緩華拉尼就不太意外 因為他連續打了兩三場球 其實是時候又被他竊一竊 但是輪緩馬天尼斯 我相信大家都打了一個突 因為他對著巴塞的比賽 第一回合是要停賽 就是累積王牌要停賽 沒有理由這個時間去換他 就是他下一場球不能出的 那你下場已經夠休息了 但是後來想一想 想了深一層 似乎就是要對球去適應一下 沒有了馬天尼斯的節奏是怎樣 特別就是給阿蘇爾 連續打幾場的左閘了 都是時候要給他 去拿一拿打左中堅的那個感覺 始終位置不同 那個心態都是要適應一下 所以這場呢 提早給阿蘇爾是打一打 當然馬天尼斯呢 你看到他今場都有後備出來的 他就不是說有傷有病的那些的了 那就是 叫做給他休息多一點 休息多一點 休息多了一場半 也都不算說有太大的問題 那麼另一個改動呢 就是新組就正選 以及加拿組就回到後備 其實都算是一些 針對上場球的表現 即是上場球加拿組打正選就一般 那麼新組後備進來就好像好一點 那麼這場呢就調轉了 他就先踢正選 那麼都不是什麼真正好大的戰術上面的改動 那麼 以為都是差不多的 那麼繼續打就打到多少就得多少 贏到就贏不到就算了 那麼但是一開了球呢 大家就知道不是這一回事 是不是 我是嚇一跳的 因為看到呢 一開球不是一個4-3-3 也都不是一個4-2-3-1 是一套三中堅的陣容來的 而且三中堅得來呢 不是我們三個典型的中堅打中堅 是用了達洛、蘇爾和麥加雅打中堅 事實上呢 就是兩隻閘位打一個中堅 這個排陣呢 其實相當之冒險的 其實是打少一個中堅的 就是現在說的不是打三隻中堅 是兩閘加一中堅 那麼 我只能夠給他一個佩服 就是我真的不太敢這樣打 那麼控球的時候呢 就是用了馬拉西亞 名義上是一個左翼位 但是事實上他站呢 永遠都是站防中位的 特別是控球的時候 他一定是收入中間 反而費特呢 就是名義上是一個中場 但是就是控球的時候 他會移去左邊邊路的位置 那麼 這個部署後明顯是有心這樣做的了 就是因為整場球直到馬拉西亞換走之前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站位的 那麼大概是這樣 就是索爾 左路的中堅 達諾右路的中堅 麥加雅居中 然後馬拉西亞就是類似一個左防中 沙壁沙就是一個右防中 而費特就有一點 半個翼位半個左中場 這個角色又不是完全拉邊的 就是他邊路呢 有時候會留給索爾的 就是好像左中堅又要跌上來 他似乎地打4-2-2-2 就是蘭Sir那套的2-2的中間那個2 就是兩邊的邊路 又不是翼又不是中場 好像有一點點協防 半個邊半個鐘的感覺 那麼右手邊新組呢 就長期拉邊的 所以你看到就是陣容上面 不是說很對稱的 左邊就沒什麼人拉邊 右邊就靠新組一個 那麼就堆人就堆在中間那裡了 那個目的呢 其實都是很明確的 就是因為上場球中場是輸了給列斯聯的 對手兩個美國的生虎仔 這個麥堅尼 還有這個Tiler Adams 其實我們是不夠搶的 所以你唯有在沒有中場 可以用其他中場 你想加強我們一個都沒有 雲地迪卡斯米洛那些全部不能用 麥湯也不能用 你唯有就是用一個閘的 所以他就叫做有一點點別出心才 有一點冒險 上場我覺得是OK的 但是就犧牲了呢 是右路的 因為右邊就只剩下新組一個 就是以他的work rate 你要他一個人打完一條邊路 他的確不是好做得到的 所以他的表現其實這場球是比較沉 不是很覺得他有踢過什麼 但是他的意圖其實很明確的 強攻對手的中路 以及強攻對手的右路 就是集中我們的中路和左路 但是打出來的效果 中場那裡我覺得是有效果的 就是他們平均了 就是搶球大家都有搶 搶得很厲害的 但是就數字數好看的 就是費特那些有成十個的tackle和interception 沙迫沙也是 就是有八個的tackle和interception 但是其實因為對手都很搶得 就好像陷於一個中場的混戰 就是大家都很搶得 搶完之後 運球出去的能力又不是很強 所以大家都攻不了 上半場就是你踢我 我踢你 大家就在中場掉下 他又掉下 大家進攻都不到的 還有就是對手 右閘這個隊長艾玲 真的要給他一些信心 這兩場球我真的對他的印象是相當之好 非常之好的球路 以及狀態真的很好 上場以為他欺負到新仔加拿組 這場其實是吃著福哥 即是連福哥都搞不定他 這場球他有九次的tackle和interception 並不差過我們的費特和沙迫沙 即是這兩個明顯是以work rate見稱的中場 他以一個右閘打成這樣 你知道我們強攻他那邊的 他都真的頂得到大半場 就頂到他80分鐘才失手 就是因為他就令到我們的部署 不是很成功了 整體上來說 你看上半場的數據 大家都沒有攻勢 他有四四兩中 我們三四兩中 空球率我們是多的了 但是就是一路控都是中堅線 麥加瓦就用球的最多了 可能七成的空球呢 有兩三成都用了在麥加瓦腳下 其實就不是什麼有效的空球來的 所以上半場是軍勢 那就算是OK的了 我覺得對球上場一般的 你變了陣子之後打成軍勢 上半場其實我算是收貨啦 麥加瓦腳有很刺激的隊長 時間過得很快 但是質素大家都不太高 但是去到下半場 其實形勢又差一點 我覺得在半場的時候 對手的教練也有些針對性部署 知道怎樣踢 特別是我們中後場的傳控 是被對手好像看穿了 令到我們不太傳統的球上去 後防很多失誤 不停交失球 四十五分鐘到六十分鐘換人之前 我們的表現真的可以用一籌莫展來形容 就是踢不到 你想向前踢又踢不到 向環交呢 交完很快又被人迫 那時候就交給迪基亞 然後迪基亞給麥加瓦 那個循環呢 其實一直在後面而已 真的整場球 那十多分鐘 就是等待我們什麼時候交失 然後被人反擊 很多次很危險的鏡頭 麥加瓦這場呢 就是我括著 quotation的笑話 他又不是真的說很差 有什麼失誤令到隊伍真的輸了球 或者被人扭雪糕 不是 他的笑話是在於 被對手去針對性部署 去不部署去記錄他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是一個反針對 就是不騙你 整隊我們任何一個人控球 都會被人迫的 除了麥加瓦 你看看今場球呢 如果你只是看數字 不看長球的話呢 麥加瓦這場傳129次全球 雖然全球成功率不太高 八十幾% 大概是83% 我以為他是一個傳控電堂級的中堅 哇 中球在腳很不得了 其他球員都好像很不得了 就是靠了隊長一個 事實上是相反的 所有人 無論是右閘的達洛 右中堅的達洛 蘇爾 或者換了下來的馬天尼斯 每個拿球都被人搶 就真的只有麥加瓦 整個下半場 我沒有見過他有一下子被人追 真的沒有 他無論在哪個位置拿球 推到中圈 都沒有人記錄他 你看這個鏡頭 幾多次出現了 我直播的時候已經這樣說了 對嗎 麥加瓦拿球 人家四個人就好像一條萬里長城那樣 就在前面 我不管 我就是封住你的全球路線 就不讓你交 那加瓦拿球呢 他都算有點耐性的 有時他見到沒有位置 他就交給旁邊的那個試試 慢慢踢 但是 有時他又是那種 有些對自己很有信心的感覺 就是他硬來他都要斬 每次斬他都失敗 就是他很多場傳 一扔就扔出界 勉強扔給你的隊友 就是要跳高跳進才能得到 但是真的失敗了很多球 他一傳給了馬天尼斯 你見到對手 立刻就對上去 是吧 一定對的 你傳上來不要說了 傳給費特 傳給沙碧沙 更加快對上去 但是中堅呢 就只有他一個 這個鏡頭很少這樣見到 以前就是魂比沙加的 現在你說到麥加瓦 是真的一個笑話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以一個傳控型的中堅 他覺得自己的技術好 派牌的 說他有composure 英格蘭也是這樣說的 即是收夫基那些說他就是指揮若頂 斬長拳 斬短拳 什麼都可以 但是結果 你給對手這樣的教練去針對 是吧 是很難看的 這一失敗呢 他一心急一失敗 然後全隊又要緊急回防 整班就要衝回來 其實對整隊的build-up 還有心態也很大影響 體力也很大影響 是吧 本身圍得好地地的 慢慢慢慢教 你看到蘇爾 馬天尼斯那些比波 就真的不心急 一看到機會才劏穿你 一劏穿已經是攻勢 不是這樣被人turn over 你一turn over turn得多 整隊就散了 或者無論體力也回不了 心態上也是崩崩的 那麼60分鐘 看到廳刻 都很心急的了 你看到牆邊不斷皺頭 繞了手 聊來聊去又叫誰過來 叫他新組過來幫忙 想指點一下 但都不太行 他立刻就換人了 這次叫他換得快 不是的話 很可能這場球是要先失敗的 就是看到列斯聯下半場初段 是很危險的 馬天尼斯換進來就換走馬拉西亞 就是推回蘇爾打左翼衛 或者左閘的位置 加拿組就換進新組 這個只不過是上回合 四天前那場球 調轉了 新組打正選 變成加拿組是打後被入體他 其實陣形有變的 不單止是對位的換人 由3-4-3 或者3-4-2-1 是扭成一個3-4-1-2 這個呢 就真是今場球致勝的關鍵 把韋賀斯拉回來打攻中 我一輩子都沒想過 可以用韋賀斯打攻中 即是用基奧特打攻中 用伊巴希莫域打攻中 用基斯活打攻中 怎麼想到 即是打機我都不敢用 FM我都沒試過用過 這樣的高大中鋒 橋頭堡 是打攻中位置 但結果效果又挺好 即是你站出來 馬天尼進來了 左中堅 達洛繼續在右邊 麥加亞在中間 所以他回到左翼衛 你看到蘇爾 就沒有像馬拉西亞那樣 不斷在正中間那裡去控球 拉回阿費特進來 可能真的有馬天尼斯在那裡 廷克就會對忠勞的信心會大一點 即是廢特就算會失球也好 後面有人撿 所以就不太在意這一點 沙壁沙繼續站在這個位置 班勞就由攻中拉去右翼 這個就是廷克經常都這樣用 開始用 變成一個常規的用法 韋賀斯拉回到攻中 加拿走赤有一點點 好像一個半左翼半左前鋒的感覺 他都是前個韋賀斯 頂上就是阿福仔 這樣打呢 就令到上半場的頹勢 是一扭扭 即是攻不了那種感覺 是解決了 因為上半場 雖然卻向到球 但是 因為韋賀斯在前面 始終他的速度是不快 所以 你拿到球 想打反擊 你不能夠一下子扔上去 讓他轉身走 福仔去了頂 立刻我們的攻勢就直接很多 一看到就給直線 然後福仔不斷跑向前 插去右邊也好 插去左邊也好 非常多的球 直接威脅到列斯聯 一威脅到 列斯聯就不太敢逼上來 因為他如果逼上來 後防線和中場線的間隔很大 變相就把列斯聯整個陣型 拉回壓縮到自己的半場 然後 再加上韋賀斯 就是他在中場 出奇地 他好像變成一個搶斷型的中場 在中場不斷幫忙 塞位 撞回來了 插去 這樣的感覺 就有點像以前的廢難 他那些技術 不是說很優勢 但其實他 都能夠給球 又搶到球 塞得到 胸口控 球控下來 轉身交兩邊分 然後反擊成功 他打攻中 他對著的對手就是防中 所以他的身高優勢就會出來了 他打中鋒 就會對著中堅 他反而是頂不贏的 這個是一個很奇妙的對位 即是對別人的矮勢 的中場 結果效果很好 他的球回復 今場去到九尺 是全隊第二 再加上他打中攻中 之後 有很多腳都是一轉身 拿到球 然後打下去的直線 都是很漂亮的 包括助攻加拿祖的腳 或者拿到一個很漂亮的助攻 再加上馬天尼斯 出來後場出球的質素 就好了很多 不再要用麥加雅 麥加雅都知道馬天尼斯 給他擅長 很多腳 看到轉邊 然後向前塞 湯川一兩條線 馬天尼斯做得很好 結果形勢就真的出來了 去到六七十分鐘 變回我們佔優 然後八十分鐘就入球 第一球 其實沙壁沙的作用很大 功勞起碼都佔三分一 所以佛仔佔三分一 三腳球 一腳所以第二腳 第三腳就是頭 佛仔就頂了入籠 這一腳的轉變 成功令到列斯聯 整天 這場球整天 他們的防線都很有紀律 而且很快 但就是因為 你做得到很漂亮的轉邊 你看到 班奴這一下 很簡單回比沙壁沙 他很快 就看到 梭奴就直接把第一腳 第一腳已經斬到上面 你看到 他拿球 如果他慢一腳 他拿完再交 或者他看多一下 對手到了 有人迫過來 列斯聯就是迫得這麼快 他就提早觀察到 一早知道梭奴在那邊 然後大斜線轉過去 然後還有加拿組 出來了 擁有了對手艾玲 所以就放空了 因為他作為左翼櫃 是可以超過路的人 因為列斯聯這場球 不是打三中堅 左邊 成功一次超過路 然後斬進去給福仔 又是一個很漂亮的投球入球 這個傳統相當漂亮 但是是一個戰術上的成功 這下沙壁沙的轉邊 是非常非常可靠 你看到他是有功架 有技術的 福仔連續兩場入球 看得到他9號的質素 慢慢出來了 其實事實上 這場球踢得不好 非常之多的失誤 參與率也不高 但是沒有話可說 連續這麼多場入球 踢得差入球 這個是一個頂級的前鋒 開始滲出來的 味道 我不介意他踢得整場隱形 但是入球 只要做得到 沒有人會怪他 加拿祖也是 再次證明 他後備比正選好 有體力 人家沒有體力 他那些速度 才可以變得到 變速出得來 不要緊的 正選暫時還未打到 我相信他自己 都不會太介意 因為他都知道自己 正選打的那場 是打得不好 後備做到事情 作為一個年輕人 我相信他自己都滿意 也不用他擔心太重 他這樣進入球 他自己又開心 有累積到信心 隊友也對你 會有越來越高的信任 所以其實 這樣慢慢來是最好的 有新造 就有空間這樣做 再加上 安東尼又快要復出 復出了 其實逆風上面 越來越多選擇 福哥 真的可以慢慢滲去打中風 整體上來說 我覺得這場球 不算打得好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控制力 這場球是真的 贏到 又不可以說是很幸運 但是就叫贏在把握力 就是 如果聶聯這場球 如果他很幸運 他先入球 我就不敢說 我們能不能夠有反性度 或者追和 斑平 都不太容易有把握 只能夠說我們暫時這個水平 或者卡斯米露不在 或者馬天尼斯和華拉尼沒有出 其實面對迫搶型的對手 是沒有十足的把握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球 暫時都是初型 有一定的戰術素養 正選那一班 OK 有些戰鬥力 但是稍微換走了 一兩個 兩三個 加上艾力神 其實都不少 沒有了三幾個主力 對球是不夠好 只能靠這些 戰術上的對 那些思維 教練之間的對碰 去那些細節上贏 才是贏到球 但是可以做錯一些決定 就輸了 未算是真的很好 所以呢 冠軍我們沒有看的 我真的覺得 我們暫時沒有條件 去跟人爭冠軍 數據上你看到的 這場球 人家主場打得比上一場 他們更加好 16射6中 我們只有11射5中 如果沒有80多分鐘 那段的攻勢 其實我們下半場 是沒有什麼攻過的 真的沒有什麼攻過 後面那幾腳球 幾乎都是70分鐘之後才出現 不換人就要輸 大家都看到的 萬聯 我們萬聯是1.1到1.36 烈斯聯是1.8到2.1 上場我們大概是2個 expect goal 但今場他們兩個expect goal 是一球都進不了 即是真的分野在於把握力 福仔的把握力 加拿走後備騎兵的作用 就是搞定了這場的三分 再加上就是中堅 即是麥加雅 其實機會 今年雖然不是多 但我覺得都足以證明 他是能力不夠 即是面對一些高大中鋒 即是可能你對著之後愛華頓 即是愛華頓 現在打回傳統的4-4-2 對著可能溫福特 艾雲東尼那些傳統的中鋒 你勉強可以用一下他 但你面對烈斯聯這些 小 是個子小 速度快 又靈巧的前鋒組合 今場你都不知道他哪個是前鋒 即是個個都跑得 薩馬維 基朗道 個個都是穿來穿去的 他真的是疲於奔命 再加上人家迫搶 以麥加日的控球能力 真是沒辦法撕破 即是任天黑改造球員的能力 再神奇 即是這個球員是可以就是可以 不可以呢 他都是沒辦法改的 即是我覺得已經是證實了 是沒辦法的 沒得救 即是除非你好像國家隊 英格蘭那樣打低位防線 即是旁邊有兩個更加好的出球的球員 即是比如史宗斯那些喜歡用球的 就不用他搞 防中有兩個永遠都不上的 有兩個接球點給他選擇 迪勤懷斯 那當然是容易踢 但就是曼聯 我們現在永遠都不會這樣踢 所以我覺得是 真的是時候分手了 夏天這場球也都看得到 韋賀斯 真的這場球 又是天堂與地獄的結合 即是上半場 其實他完全是消失了 即是打得真的不好 其實看得到常規的用法 把他打中鋒 中鋒 他真是一個Plan B的實力 沒辦法可以符合得到你想爭冠軍 或者入歐聯的水平 他真是一個二流的前鋒 我覺得之後 隨著逆風越來越好 帕利斯迪也會用一下 用得到 安當尼也有復出 其實他真的可以慢慢用福仔打中鋒 用福仔打中鋒 韋賀斯做後備打個Plan B 或者進不了球 推出去打雙中鋒 或者偶爾好像用一下今場 打個攻中 如果你繼續用他打中鋒 我們會繼續容易便秘 即是他進攻 真的不是很容易踢得起 始終他的實力擺在眼前 誰都知道他怎樣踢 太容易猜 總結來說 這場球贏我是非常開心 英超的形勢真的很良好 這麼多年 我覺得今年 如果入前四 如果最後入到 說服力是最舊的 就算你說蘇比之前 拿第二拿第三 曾經一兩季 都是六十多分 今年我有信心 怎樣都是七十分以上 而且今年的競爭其實很大 這季很多 柏里頓 奔福特這些球隊 打上去 水平非常高 富咸也是 所以呢 我暫時是挺滿意的 看看我可不可以期望一下 歐霸又會有些驚喜 或者始終對著巴塞龍拿 就不容易踢 我特意看了巴塞近這一兩場球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時間 跟大家再講 或者未必有 但不要緊 那場歐霸我一定會做直播 到時我們直播再見 好嗎 下次再見 拜拜